这是一所娘炮才能就读的学院 在这里男生们学习女生的装扮为主 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 叫人心动不已 但实际上这是一所被女生统治的地狱学院 在这里男生们只有放下尊严才能苟活 倘若不然他们便会遭到最惨的折磨 可就是这样一个闻风丧胆的学校 男主偏偏就要转学过来 奈村刚到学校 就结识了第一个好友 这个浓眉大眼的人妖叫做肥猪 别看他这副模样 其实他是个男生 见那村是心恋恐 他好心提醒那村想要在这里活下去 就必须听从女生的话 可那村压根不放在心上 他刚来到教室 下一秒就被一群手持利刃的少女所劫持 而这群少女正是天下武剑派来纠正那村的 那村对女生们的行为感到很不解 这时一旁的女生解释道 原来这是一所名门女子学院 但因为在男女同校的时候 会有女生常常遭到男生的欺负 对此他们便通过武装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其中涌现出了五名带有配件的女生 他们被称为天下武剑 由于他们出手的不凡 男生们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因此便被学校赋予了矫正问题学生的职能 后来这种风俗不断流传下去 之后每一个转学过来的男生都会遭到整顿 这个戴着面具的女孩 正是天下武剑之一的鬼丸 鬼丸给了那村两个选择 要么接受整顿留下来 要么立马离开 可那村却两个都不选 要是这么轻易地离开就太无趣了 相反错过进入这里的机会可就没有下次了 见那村即不离开也不接受整顿 鬼丸决定在下次响灵之前 由自己亲自来教育那村 这时那村突发奇想 他顺移来到女孩的裙摆之下 这样的挑衅方式还是头一次见 在调戏完女孩之后 他又来到窗边 那村告知自己会在响灵之前赶回来 临走时还不忘说出女孩的秘密 粉色的 救死我 那村的放荡不羁让鬼丸忍无可忍 他决定现在便将那村就地正法 鬼丸从腰间拔出长刀 通过锋利的剑刃 斩下了那村的领带 两人的战斗同时也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鬼丸不断将长刀挥向那村 可奇怪的是却都被那村躲过去 还被那村用脚抵挡住了剑刃 在多次交手过后 鬼丸意识到那村在闪动方面 以及腿脚功夫也是十分了得 对付这种平时经常锻炼 并且还有着极高天赋的人 鬼丸准备使用路导家的秘法 阿摩呼吸法 这种秘法是通过操作呼吸来控制体梦 从而获得更强的力量 需要呼吸与动作相互配合 让自身变得无懈可击 一般人根本不是鬼丸的对手 但那村可不是一般人 他的鞋似乎比钢铁还要坚硬 剑在快也拿他没办法 鬼丸的每次攻击都需要上前一步 那村利用空挡 本想将鬼丸绊倒 但鬼丸却出乎意料地将脚抬了起来 原来他是在为下一招做准备 鬼丸这一次明明没有砍中 可下一秒那村却受到了伤害 实际上在鬼丸挥刀的瞬间 他改变了握刀长短的距离 故意给那村造成了视觉上的错觉 在见识过鬼丸的强大过后 那村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 没错就是一双平平无奇的黑色手套 但这双手套却内藏玄机 在鬼丸一次次的强烈进攻下 手套上的防刃材料不仅完美地保护了那村 而且还能将鬼丸的挥砍的力道卸下 眼看着距离下次响灵的时间快要到了 鬼丸想要速战速决 面对如同枪林弹雨的挥砍 那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他故意让鬼丸觉得有机可乘 那村躲开剑机利用鬼丸换气的空挡 成功将手放在了他的身上 鬼丸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虽然自己现在拿着刀 但那村却如同拿着枪 那村的身躯就好比枪杆 他将所有的力量汇聚于手掌 从而释放出一种类似元气弹的东西 鬼丸当场倒地不起 而这招是内村将某个剑术的奥义简化 在经过自己改良得来的招式 这招名叫魔丹 那村没想到魔丹这个词会从鬼丸嘴里说出来 明明自己还没告诉过其他人 原来在此之前 天下五箭几人便已经对那村进行过研究 他们发现那村之所以转到这个学校 是因为在之前的学校凭借一人 徒手空占40人的战绩而被开除 显然他一定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也就在那时这个丽丫群雄 同时被称为女帝的人出现了 他将魔丹这个秘密告诉了几人 这时女孩一路小跑过来 他突然给了那村一个棒锤 而这一锤的伤害着实不小 当场让鬼丸的面具炸裂 这场意外显然超出彼此的意外 此刻鬼丸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喜交加 因为那村夺走的是他的初吻 鬼丸发誓 势必要在今天嘎了那村 但女孩殊不知 他很快就会放弃这个想法 因为明天的他一定会喜欢上那村 女孩正以光速挥刀砍向自己的前男友 本以为男友会跪地求饶 可没想到在他稀气的瞬间 男友只是将手放在了他的肚子上 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动作 却是男友制胜的秘密武器 虽然女孩拿着的是刀 但男友却如同拿着枪 他的身躯就好比枪杆 下一秒他将所有的力量汇聚于手掌 释放出一种类似元气弹的东西 毫不留情地将女友打倒在地 女孩被胖揍了一顿 但那村也在战斗时尾伤了右脚 此时的他仍不放弃得到鬼丸手上的许可证 一旁的好友告知 想要出校门 不仅要从鬼丸手中拿到许可证 还要在上面分别盖上其他几人的印章才行 那村刚转学就给人造成了极差的印象 想要得到许可证几乎不可能 那村注意到好友肥胖的体型 这种体型光是靠小麦布的零食维持是不够的 而学校的供应有限 那么就只有走后门从校外供货 为此那村拜托好友为自己带一盒点心 第二天一早那村将点心带到教室 他想通过送礼物的方式讨好鬼丸 却不料鬼丸今天没有来上课 这是一旁的女孩告知 原来鬼丸在遭到那村的打击过后 便感染上了风寒 此时的他正在宿舍休息 那村找到好友 从他的口中得知 一般中午的时候女生们到教室吃饭 因此此时的宿舍内是不会有人的 那村的下一步打算便是突袭女子宿舍 宿舍内的鬼丸已经发烧到了37度 他回想起木村的嘴脸 温度瞬间又上升了一度 鬼丸不仅被那村放到 还被夺取了最重要的初吻 此刻的他内心犹如一万头小鹿乱撞 但在下一秒 鬼丸戴好面具 拿上武器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他感受到了一股不祥的气息 鬼丸在看到内村过后 毫不犹豫地选择拔剑 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力气 相反还因为内村靠得太近 鬼丸的体温又上升了一度 那村将点心送给鬼丸后 他惊奇地发现原来面具下的鬼丸还挺可爱的 看来昨天没有亲错人 俗话说无视献阴晴必有猫腻 那村在表明自己是来拿许可证的后 鬼丸直接拒绝了 他可不会将许可证给一个品情不正的人 这时内村又一想看鬼丸穿遍庄围有 和可爱的女孩一起出去一定会很开心 那村的攻势防不胜防 对此鬼丸只好妥协 他将许可证给了那村 为了感谢鬼丸 那村想要通过接吻的方式来感谢鬼丸 听到这话的鬼丸彻底晕厥过去 也就在此时小粉为鬼丸拿来了午餐 这一幕恰好被小粉撞见 下一秒整个女生宿舍进入高度指舰 那村在历经9981难后成功逃了出来 但在这时内村被叫停了下来 这个金发妹子手中拿着长鞭 而且身材也十分的矮小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走丢的小妹妹 原来金发叫做蝶花 是天下之一的玛丽的妹妹 蝶花让那村好好记住自己的名字 但由于发音的奇怪 那村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这是一旁追来的小粉解释 蝶花的名字是根据一种鸟类转换来的 别看她一头的金发 实际上是一个实打实的小日子本地人 而小粉不留脸面揭穿蝶花的原因 是因为两人都在竞争进入天下五间的名额 他们为了一决高下 约定谁先打倒那村便是赢家 战斗瞬间引起了全校的注意 首先发起进攻的是小粉 小粉能够在击打手臂时 同时击中那村的要害 她的动作让那村联想到了鬼玩 在她分神之际 又挨了一记长鞭 蝶花告知在整个女校的漫长历史中 那村是第二个遭到二级矫正的人 所谓的二级矫正便是只受到两人的同时攻击 这一次不论蝶花怎样挥边 都被那村躲了过去 蝶花让小粉从侧面偷袭那村 面对前后的两面夹击 那村先是抓住小粉的手 然后用力一拉 两人突然缠打在了一起 回过神来 那村已经将手放到了小粉的肚子上 下一秒那村使用毒怀绝技 凭借一招魔弹成功制裁了两人 这时小粉发现自己已经动不了了 而那村正带着一副可怕的笑容缓缓走来 这让小粉想起了那村对姐姐的所作所为 小粉崩溃地哭了起来 而此时的蝶花也怕得不行 下一秒两个女孩像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明明那村什么都没有做 第二天一早那村刚推开门 鬼丸早已等候多时 此时她发现女孩们纷纷向自己投来鄙夷的目光 就连自己的好友也不例外 突然鬼丸告诉那村 从今往后那村就是她的人了 而鬼丸这样做的原因 其实是为了保护那村 因为就在昨天 蝶花被欺负的事情传到了玛丽耳中 而作为天下五剑之一的玛丽 她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这天一早玛丽便带着蝶花找上门来 她二话不说便要收拾那村 作为那村的管理人 鬼丸自然是不允许的 有了鬼丸的庇护 那村逃走了 但在途中她再一次遇到这个女孩 史上最强的黑长直少女 天羽斩 这个男人是全校女生公认的天敌 偷窥 掀裙子 甚至将女生推倒后抢尾 肆意地在这座女校大掌红土 虽然其中有部分女学生试图制裁男主 但结果毫无例外 全都被男主残酷的手段吓得哇哇大哭 但这次那村却得罪了一个不得了的存在 女孩将自己被欺负的事告诉了姐姐 很快那村便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二天一早 那村刚出门 却发现鬼丸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 自从成为鬼丸的战友物后 那村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管制 鬼丸会在每天上学时检查那村的书包 以确保那村不会带奇怪的东西扰乱学校秩序 今天的那村还算老实通过了检查 那村还在担心会在上厕所时也遭到鬼丸监视 突然两个金毛找上门来 而眼前这个拿着书的卷毛 正是天下五剑之一的玛丽 玛丽只向那村认为她的种种作为 玷污了这所神圣的女子校园 一旁的鬼丸作为那村的监管员 向玛丽解释这是一场误会 还打包票保证以后会监视那村的一举一动 鬼丸偏护那村的行为 一时让玛丽感到语无伦次 为了更好的描述 她在特意翻看字典后总结出一点 那就是鬼丸被亲吻过后已经喜欢上了那村 对此鬼丸让那村先行离去 她想和玛丽谈谈女孩子间的闺房秘画 临走时那村不忘提醒道 女孩子间可要相互友好一点 但对女孩子们来说 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是粗暴简单的 肢体语言便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开战前玛丽将抓捕那村的任务交给了妹妹 很快由于大病出狱的缘故 鬼丸没能发挥全部的实力 现在的她根本不是玛丽的对手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离去 而这时蝶花正不断挥舞长边追赶给那村 那村一个龙抬头 轻松地便将蝶花的鞭子抓住并扔了出去 但在下一秒蝶花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当场晕厥过去 由于出门太着急 那村竟然忘记了拉上库拉链 这算是丢人丢到了家 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直上的 少女惨白的面容 让那村勾起了一段悲惨的回忆 无论是眼神还是气场都和那个恶魔十分的相似 那村想要上前确认 尽管少女表示并不认识那村 可那个声音更加让那村确定她就是天羽 唯一奇怪的是自己认识的天羽是男人 那村顾不了那么多 她打算用拳头来意识 但在途中却被一旁的玛丽打断了 玛丽的不可名状提醒了那村 在当她回过头 天羽已经消失不见了 玛丽看着躺在草地上的妹妹 看来她已经遭到了那村的土海 玛丽势必要长了那村的兄弟 在她一次次的剑技下 那村伤得十分严重 虽然手套在对刀刃的防护方面很强 但对这种刺激就显得不堪 再加上玛丽使用的是西洋剑术 与传统的日式剑术不同 这种剑术更注重脚法与肢体合作 从而让攻击变得更远更快 达到能够空间来刺中敌人的被动 那村意识到自己必须得想想办法 但在玛丽的连续进攻下 那村还没来得及想招 就被玛丽再一次狠狠击中 在玛丽眼中那村就像猪一样的喘 她很享受折磨男人的乐趣 与此同时恢复体力的鬼丸长过来 她发现了草地中奄奄一息的蝶花 蝶花靠着仅存的一口气指向一跑 那村已经被逼到绝路 对于这种带有距离的攻击范围 那村想要发动魔弹 就只有靠近玛丽 但玛丽怎会让她如此轻易得逞 玛丽在刺中那村的一瞬间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那村一直藏有一本书在腰间 而这原本是今早自己在检查室藏起来的 没想到关键时刻竟派上了用场 那村一跳而起 在用书砸中玛丽后 那村成功地碰到了她 接下来便是发动制胜武器魔弹 玛丽没想到会败在那村这种人手上 面对那村的嘲笑 与其被羞辱她宁愿去死 但那村此时关心的却是手中的漫画 在得知那村并不会那样做后 玛丽却感到无比的失望 明明在鬼丸和蝶花的时候 他们都遭到了那村的捕手 可到了自己这边 那村却什么都不做 原来那村并不是觉得玛丽没有魅力 与其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 还不如请玛丽在许可证上盖个章 这时玛丽露出坏笑 她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将盖章放在了一个难以启齿的地方 就在她以为那村会暴露出真实的模样 好在那村控制了右手 最终理智战胜了欲望 而玛丽也对男性的偏见有了一些改观 看来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坏蛋 这时赶来的鬼丸看到了这一幕 她决定将那村就地正法 最后玛丽认可了那村 她愿意给那村盖章 不过有个条件 那就是从今天起 她也会参与到监管那村的队伍中 显然两人都想将那村占为己有 自那天后 那村再也不用带午餐了 而且每天身后还有两个小跟班 而三人背道而驰的行为 已经被女孩禁收眼底 女孩对那村进了研究 她发现想要攻破敌人 便得先从敌人的朋友开始瓦解 这个刚从夏威夷回来的黑人妹子 不仅将男主唯一的职友打了半死 甚至还向男主下达了战书 只因她目睹了昔日的好姐妹 如今都纷纷被男主所征服的全过程 然后再将她吊起来以示警告 那村在看到好友这副惨状后 本想前去营救 这时却被鬼丸拦住了 两人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个陷阱 而此时将肥猪打伤的幕后黑手出现了 她便是同为天下五剑之一的花九 为了纠正那村几人 花九随即下达战书 她指定那村必须参加 如果那村能赢下比赛 她不仅会放了肥猪 还会给那村所需要的盖章 那村没有理由拒绝 可让她不明白的是 明明花九是朝着自己来的 为什么还要伤害肥猪 而原因竟是肥猪从校外私自带给那村的典型 在花九弹指的一瞬间 下一秒池水突然喷涌而出 再当几人反应过来 弱大的校园早已空无一人 反之出现的是花九的下属 他们被称为三剑客 此次便是前来替花九出场的 另外他们还告知鬼丸两人也必须参与比赛 这是天下五剑会的决定 正是两人每天和那村打情骂俏的行为 严重扰乱的校园的风景 花九将两人同时也列为了纠正对象 尽管两人想要解释 但途中却再次因为那村的所有权而吵了起来 这让一旁的花九可恨至极 在她的一生令下 尘土瞬间飞扬起来 下一秒一座擂台出现在眼前 原来这次运动会的第一个项目是相扑 既然是相扑 那么多当步便是必不可少的 贴心的三剑客早就为几人准备好了 并且还送上免费帮忙穿戴的服务 这种行为无疑是在羞辱鬼玩两人 与此同时作为两人的心爱小跟班 蝶花和小子怎会让自己的姐姐们出仇 他们站出制止却根本不是对手 还被对方胖揍了一顿 好在鬼玩两人制止了战斗 两人势必要将今日受到的屈辱加倍奉还 而这时一旁的内村趁几人争吵的功夫 已经将多当裤穿好了 而且还是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 两人同时拍向内村的肩膀 似乎有了新的对策 原来他们都不会穿多当裤 为此只好拜托内村来帮忙 第一个上阵的是鬼玩 在内村熟练的手法之下 尽管鬼玩在之前便有了觉悟 可内心还是感到了无比的羞耻 在那村帮忙完成铲绑之后 更是两腿贪软倒地 而目睹了这一切的玛丽 她想让鬼玩来帮助自己 可不料鬼玩故意使坏忘记了操作步骤 务必要让玛丽好好体验一番 最终带着泪水的玛丽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 换上都当裤的两人格外耀眼 在摄像机的实时拍摄下 这场惨烈的运动会被播放到了全校 回过神来的两人拼命掩饰着羞辱性的一幕 作为三人小队中唯一的男人 那村第一个上场 但此时的他却发现对手竟然没有穿斗当裤 原来三人本就没打算上场 他们找了一个跨越种族的帮手 而这头熊叫做残宝 既是花九最喜欢的宠物 同时也是小队的一员 一旁的眼镜仔至始至终就是个摆设 他故意让那村等人放松警惕 这种行为无疑是犯规 为了宫廷起见 花九表示如果有一个人能赢过残宝 便是内村等人的获胜 还在两人为到底谁先上场的时候 那村便已来到擂台之上 那村的此举显然在花九的意料之中 一人一熊 无论是体型还是体能 熊都是内村的好几十倍 但内村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还开始兴奋起来 这场比赛以可乐瓶破碎的一瞬间开始 在熊锋利的獠牙下 那村选择正面硬钢 力道虽强但还差得远 熊宝此时也做好了向下拍打的准备 而内村之所以选择硬钢 是因为他的大招只有在靠近对方时才能使用 但由于熊的皮肉厚度是人的好几倍 因此魔弹并没有起作用 在躲过熊掌的攻击后 那村一脚狠狠踹向熊脚 考虑到残宝和正常的熊度一样 他是直立行走 这导致双腿就成了他最为薄弱的地方 那村不知何时绕到了残宝身后 凭借超强的爆发力 成功将重达千斤的肥熊举了起来 而这还要多亏于从小的刻苦训练 那村决定若是自己赢了这场比赛 一定也让对方当场穿上羞耻的兜当裤 此时内村发现了不对劲 他将残宝放了下来 本以为是没有了力气 下一秒残宝身前的兜当布却掉了下来 原来是队友没有为他记好 而在相扑比赛中 倘若在比赛中兜当布掉了下来 便会被判为输 那村赢了比赛 这显然超出了花九的意外 他决定亲自上阵 他是全校公认的男神 在刚转校到女子学院的第一天 就同时征服了两名女生 但这还不够 他很快又对第三名女生出手了 因为输掉第一局比赛的缘故 花九要将手中的盖章作为奖励给那村 但有个条件 那就是内村必须在十分钟之内 通过楼道到达花九的位置 天台 期间花九在每层楼都派有帮手 一共是三十个人 需要那村将他们全部击败才能抵押 另外为了让这场比赛有意义 他还将鬼丸两人穿都当布的珍贵影像 实时播放到全校增添娱乐性 在解决完战地记者后 鬼丸两人警告这是个陷阱 如果去了的话很有可能回不来 那村明知是个陷阱 可他依旧决定前去 虽说唯一的好友是个女装男 但在看到好友被打得惨样 那村绝不能坐视不管 那村无脑的行为让两人十分的生气 可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愿意追随那村一同面对困难 在两人换衣服的时候 小粉和蝶花找到那村 他们通过这不一般的打招呼方式 希望那村能够向姐姐们带一句话 在花九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了 整座楼道早已布满了花九的特种部队 可推开门的那一刻 来的却并不是那村 原来小粉和蝶花想帮助自己的姐姐们 铲除道路上的障碍 靠着两人吸引注意力 那村几人成功来到了楼顶 而这时鬼丸也派手下将肥猪秀了下来 花九不明白同伴帮助那村的理由 硬要说理由的话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穿多当库的耻辱 绑给花九 花九岂能让对方得偿 他派出自己心爱的小熊残宝来迎战 而那村也戴好了手套 他显得非常有把握 还表示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恐怕只有笨蛋才会不知道熊的弱点 这种动物会在站起来的一瞬间 利用前掌扑向敌人 到时候只需蹲下便能轻易躲开 但那村显然相信了谣言 那村怎么也没想到这头熊居然会打群击 趁着花九操控残宝攻击那村的功夫 鬼丸本想一招致敌 但在交手的一瞬间 鬼丸似乎低估了花九的实力 鬼丸奇迹般地从伤口处拔出了一根铁钉 原来花九十分擅长使用忍术 他利用藏在手中的手里剑 提前便射中了鬼丸的右肩 故意给鬼丸造成被刀砍伤的错觉 出其不意的剑法 再加上手中藏着的暗器 鬼丸陷入了苦战 与此同时玛丽的西洋剑术 也被对方手中的螺丝钉攻破 就连那村的魔弹在残宝面前也根本没有作用 反而还被这只会拳击的熊逼上了绝路 花九的卑鄙手段不止这些 他用言语攻击指责鬼丸曾经虐待男生 如今还背叛天下无间的行为 试图让鬼丸就此屈服 就在鬼丸开始动摇的时候 那村叫住了他 那村的鼓励无疑是一剂强真剂 鬼丸在去除杂念后 两人同时将长刀挥向对方 再长到快要接触到彼此的瞬间 花九没能战胜心中的恐惧 下意识地闪躲开来 这也导致他戴下阵来 随后那村用铁拳将残宝作怕 玛丽也成功解决了敌人 在四人的帮助下 那村成功赢得了补赛 鬼丸和玛丽都似乎有话要说 但那村根本不关心 此时的他只想早点为花九记上都当鬼 那村的这种行为 让两人十分的不能接受 很快他又遭到了制裁 经此一战后 鬼丸换上了新的服装 而玛丽也喷上了新的香水 他们都想让那村陪自己去约会 可今天一到笑 只见女生们成群地投去爱慕的目光 在目光所及之处正是那村 全校的女生纷纷坠入爱河 而原因竟是目睹了那村 在战斗时所散发的魅力 这是我见过最牛的男人 和两名女生开后宫的同时 还能再脚踏第三条船 那村的秘密被发现了 这一刻两人失望至极 明明之前是那么地相信那村 在成为渣男之前 那村受到了全校女生的喜欢 只因目睹了他战斗过程中的英姿 这群女生就像犯了花痴一样 无论是上课还是吃饭 就连上厕所时那村 也避免不了女生们的追跑 但好在女生们纷纷都被鬼丸和玛丽挡住 那村一夜之间成了女生们心中的男神 这不免让鬼丸两人感到醋意十足 脾气也是十分的暴躁 他们当即请那村吃了一顿铁拳套餐 在目送那村离去后 两人脸上都同时流露出了一丝遗憾 原来今天的鬼丸换了新的制服 玛丽也喷上了新的香水 本以为那村会很喜欢 可没想到那村这个直男到最后都没有发现 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 饭桌上的两人开始不断抱怨起那村 显然小粉和蝶花已经见惯不怪 考虑到那村之后很有可能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 玛丽提议明天开始 对那村再一次进行新的矫正 鬼丸十分的赞同 与此同时那村感到被击鼓发凉 此刻的她殊不知灾难即将来临 突然一个黑影一闪而过 吃过晚饭的那村感到莫名的疲惫 这天她早早的就上床入睡 可半夜门缝却悄悄地被推开了 那村昨晚似乎做了个猛猛 明明之前都要等两人来叫醒 可今天却起得特别早 而且也是十分的精神 这是那村看向一旁的鬼丸 她夸赞鬼丸还是原来的这身制服更好看 随后又来到玛丽身旁闻了闻 果然玛丽还是喷原来的香水更好闻 显然昨天那村就发现了两人的改变 在被那村完全拿捏之后 两人打消了矫正那村的念头 换成了简单的搜查 可这一搜却发现了意外的惊喜 鬼丸瞪大了眼 随后开始浑身抽搐起来 明明她是那么的信任那村 但玛丽在看后也是十分的难以置信 两位少女此时恨不得将那村千刀万剐 原来这是一张那村的出轨照片 那村被吓得目瞪口呆 她可不记得有做过这种事 奈何鬼丸梁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他们势必要将这个脚踏三条船的男人送上西田 此时的那村才意识到原来是中了左鸟的陷阱 然而更不幸的是 那村在逃跑途中还遇到了花九 面对前后夹击那村已经没有了退路 而这时追来的两人却并没有发现那村 原来是花九帮了那村 花九在听说那村的遭遇后开怀大笑 他告知之所以左鸟这样做 目的在于挑拨三人间的关系 倘若没有了鬼丸两人的保护 那么左鸟在对付那村时就容易了许多 那村意识到想要自证清白 就只有从幕后之人下手 第一步便是到女生宿舍找到左鸟 虽然花九告知 自从上次那村偷闯女生宿舍后 学校店加强了警备 想进去比登天还难 但即便如此 那村依然有十足的保护 因为这一次他决定光明正大的闯入 在被鬼丸两人抓个现行之后 那村遭到了史上最惨的吊打 等到两人离去 这是一个模糊的身影缓缓走来 考虑到接下来还有任务 花九为那村带来了一个面包 原来就在刚刚花九听到那村的计划后很感兴趣 于是便决定帮助他 而这正是那村赶闯进来的关键 与之一同前来的还有残暴 这头熊似乎很喜欢那村 在花九的带领下 那村偷摸进左鸟的房间 但却并没有发现左鸟的踪迹 花九推测这个时间如果不在房间的话 那目左鸟一定就在澡堂 在前往澡堂的路上 花九告知作为天下五箭之一的左鸟 它是个非常奇怪的人 更准确地说就像是一个怪物 话刚说到一般那村便踩中了疯到那种机关 而这时又有阵阵脚步声来了 在荒芒之中那村躲了起来 但位置显得却十分尴尬 在残暴身躯的包裹下 那村手中感到一阵奇怪的触感 这时的他才明白原来残堡是个母兄 眼看着女生们即将走过去 可这时残堡因为忍受不了而昏倒过去 在那村即将被发现之际 是花九一屁股挡住了那村 两人来到了澡堂 此时花九发现剑鞘里的刀具不见了 而这时一个戴着面具的女孩出现在眼前 她是左鸟最亲近的手下 显然两人被埋伏了 而这一切都在左鸟的意料之中 这个女孩拿起小药丸就塞进了嘴里 下一秒她将药丸灌给了男主 男主发现了不对劲 但为时已晚 等那村彻底昏睡过去后 女人拿起相机就是一阵狂拍 为了向鬼丸两人证明清白 在花九的带领下 那村来到了澡堂 而这时左鸟安排的手下早已等候多时 那村的到来显然在左鸟的意料之中 他将照片放在了袋子里面 想要得到的话唯有一战 但在这种情况下 别说是战斗了 那村就连腰杆也不敢挺直 好在有花九的神助攻 这场对决在澡堂开始 在开始前左鸟想知道 被刺和被砍那村更喜欢哪一种 可话刚说到一半 女孩不讲武德将那村狠狠揍了出去 倘若不是在被刺中的一瞬间 那村挡住了秃刺 现在恐怕就领了盒饭 在左鸟的利刃下 那村注意到飘起的福带 正当他打算将其一把夺过 却不料再次中了左鸟的陷阱 而这次左鸟将长刀对准了那村的腰间 他决定先打掉一个腰子来买水果十四 好在那村及时反应过来 此时那村也意识到 别看左鸟一副傻样 他出手却刀刀致命 而且左鸟使用的剑法根本无法预料 很快那村的脸上便又多出了一道伤痕 与此同时花九也陷入了苦战 在被击中的一瞬间 花九突然感到头晕目眩 在看到手上红肿的伤口后 原来面具女在武器上下了毒 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 花九用鲜血作为代价 在神经的刺痛下 他拿起长刀决定和面具女决意死战 而这时在被左鸟砍中数百刀后 那村也意识到了 左鸟使用的是多种流派的剑法 而在所有的剑术流派中 能够将不同流派的剑法融于一身 而且同时还能灵活运用的 就只有警示流一派 在被看穿后 左鸟决定不再隐藏下去 为了奖励那村 他使出了独门绝技文字锁 使用这招需要将刀柄和手腕锁在一起 在挥砍时候 这样不仅能发挥最大的力道 而且速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那村被逼上了绝路 他回想起之前下岛叠花的经历 这时有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 那就是和左鸟坦诚相见 那村故意刺激左鸟 因为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女生都会下意识地避开 因此便很容易判断出左鸟接下来的行动 最终那村靠着一巴掌将左鸟打进水尾 而花九通过改变战斗方式 利用摔跤将面具女打倒在地 然而当花九摘下这张面具时 却下了一条 与此同时 这个作为天下武剑最强的存在感了 这个可爱的绿毛 被男主狠狠扇了一个耳光 可他却并没有生气 相反他还希望能帮男主作文 但实际上他是为了保护男主 下一秒一个装扮奇怪的白毛走了进来 月夜作为天下武剑里最强的存在 眼睛对他来说就是板上 他不需要视力 仅靠感知便知晓了那村的存在 但他却并没有选择揭穿两人 月夜派人将叠花两人送往了医疗室 他想要和左鸟到外面单独聊聊 而左鸟之所以将那村藏起来 他深知如果现在让那村和月夜战斗的话 毫无疑问就是送死 面对左鸟的劝告那村根本不相信 此刻的他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但下一秒那村跪倒在地 原来那村在被拷问后 接着又和左鸟战斗 他的身体早已到达了极限 半夜由于睡不着 鬼丸试图通过数绵羊的方式来缓解 可不论他怎么数脑中浮现的 依然是那村的脸 由于实在是不放心 鬼丸偷偷从宿舍溜出 他决定去审讯室看望那村 但没想到再去的路上却碰到了马力 两人大眼瞪小眼 本来两人都十分地关心那村想去看他 但却因为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于是便以肚子饿了为由 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咖啡室 心怀鬼胎的两人都在想对方回去过后 在偷偷去看望那村 但此刻却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怎样才能让对方先回去 而这时小粉和蝶花也找了过来 他们还以为姐姐们去了审讯室 此话一出瞬间揭穿了两人 这种情况下想要打破僵局 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看谁先喝不下而不得不回到房间 这场无声的战争打响了起来 在一杯杯咖啡的灌溉下 很快鬼丸和玛丽都来到了极限 胜负在此一举 与此同时佐鸟找上门来 他告知那村此刻已经被送往IC了 等那在医疗室醒了过来 而将他送来的竟是佐鸟 在穿上衣服后 那村对自己刚才的那一巴掌很愧疚 但意外的是佐鸟并没有怪他 因为他已经将那村夜袭的事情告诉了鬼丸两人 此时那村才明白佐鸟的套路不是一般深 佐鸟离去后的下一秒 鬼丸来了 那村被吓了一跳 鬼丸卖着杀气十足的步子来到跟前 本以为会被大卸八块 可没想到鬼丸90度弯腰向那村谢罪 因为佐鸟 鬼丸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不求那村原谅自己 只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弥补 可当鬼丸抬头的那一刻 他才意识到原来那村没有穿裤子 为了得到那村的原谅 鬼丸表示无论那村对自己做什么都可以 那村没有推辞 他让鬼丸闭上眼睛 然后再将头稍微往上抬一点 鬼丸本以为会上演白雪公主的桥段 可下一秒那村拿掉了他脸上的面具 对鬼丸来说被别人看到了自己的脸 比被杀了还难受 原来在他小的时候 父亲因为出轨而抛弃了鬼丸两母女 自那以后母亲将怨气洒在了鬼丸身上 每当看到这张脸就会想起那个男人 鬼丸从此也戴上了面具 甚至就连到这座女校也未曾摘下过 直到那村的到来 才让鬼丸觉得摘下面具或许不是一件坏事 那村将面具还给了鬼丸 他相信鬼丸能够接纳自己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与此同时玛丽也赶了过来 但向那村谢罪的方式却有点特殊 经此一战那村收集到了五枚盖章 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 这天来接那村的只有鬼丸一人 鬼丸告知今早女生宿舍发生了大事 打扫房间的女仆发现女帝不见了 现在全校进入警戒状态 校长给了女生们一天的时间来找到她 因为女帝是堪比怪物还要可怕的存在 当全校为她一人倾巢而出的时候 她却莫名地找向了左鸟 原因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左鸟不应该对她的猎物出手 她是所有黑肠直上女中的冷艳天花板 同时也是一个嗜血成瘾的恶魔 在她残忍的手段下 没有人能在她手中活过三秒 而她那双沾满鲜血的双手 更是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手里剑 就连男主也因此差点隐恨西北 就是这样一个疯狂又野性的女人 变态起来甚至连同类也不放过 在看到左鸟和那村的亲密照片后 女帝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感动自己猎物的人 左鸟靠近的一瞬间 即便她已经提前拔出长刀 向女帝挥躺过去 但女帝似乎还要更快 左鸟被女帝的手刃所贯穿 而这正是女帝的独怀绝技自动反击 这种绝技就在于无论对手有多快 使用者都能在被攻击的一瞬间做出反击 毫无疑问就等于开挂 很快左鸟败倒在女帝的手刃上 此时花九赶了过来 但还是晚了一步 看着同伴一动不动的身体 花九和残宝一同发动攻击 可即使是锋利的刀和熊爪 也没能伤及女帝分毫 原来她将身体连同那双手 同时都磨练到了堪比钢铁还坚硬 此时奈村和肥猪前往学校的途中 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孩引起了她的注意 肥猪看到女孩的瞬间吓了一跳 原来这个女孩正是武剑中最强的越野 同时也是整个学校唯一的初中生 尽管肥猪警告奈村 靠近她的话很有可能被杀掉 但奈村却根本不放在心上 上去就想问越野拿到最后的盖章 在奈村即将靠近她的瞬间 突然一把里刃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还好女孩并没真的砍下去 倘若不然奈村已经领了盒饭 奈村被这个女孩吓得冷汗直冒 不光是拔刀 就连越野收刀的动作她都没有看清 面对实力的悬殊 奈村只好跪地求饶 而这是一只蝴蝶飞了过来 在她即将靠近越野的一瞬间 便被比光速还要快地刀斩成两半 而这样做只是觉得振翅的声音很吵 越野毫不避讳地告诉内村她的弱点 原来她从小眼睛就看不见 但相对的耳朵却变得十分灵敏 无论任何的风吹草动她都能感知到 那村发现 刚才越野在挥砍时使用的剑法叫做狐 而这正是自显流派的秘书之一 同时也意味着越野和自己是师叔同门 不同的是内村将这一招运用到了拳头上 而越野则是将她体现在了剑法上 与此同时楼顶传来一声惨叫 越野告知是女帝正在大开杀戒 在得知魔旦是从女帝口中泄露的后 那村确信她便是曾经的那个恶魔 越野之所以放过那村是因为她想知道 那村如何再转校几天就交到多个朋友的方法 可回过神来那村已经先走一步 这还是头一次有人敢放越野的鸽子 那村急忙向楼顶赶去 她深知同伴们此刻会有生命威胁 而此时熊宝倒在了力爪之下 女帝的下一个目标便是花九 再看到好友们为了保护自己 纷纷倒在了女帝的魔爪下 花九跪求女帝放过几人一命 但没想到女帝是无比的心狠手骂 她十分享受鲜血所带来的快感 花九的惨叫顿时响彻这个校园 鬼丸等人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们纷纷赶过去 等那村来到楼顶 却发现同伴们都已纷纷倒地 早已不见女帝的踪迹 花九因为伤势过重而晕倒过去 正当那村手无足措的时候 一个女人出现了 她是这座学院的校长 在查看花九的伤势过后 只是出血过多晕了过去 相比于这点小事 校长告知问题还没有解决 天羽离去后的下一秒 在水池边遇到了月夜 虽然同为天下五剑 但月夜和其他几人并不是朋友 因此她并不打算和女帝交手 随后鬼丸等人找了过来 看着天羽这副已经杀疯的模样 他们自然是不会放任这个怪物的围去 两人联手 同时向天羽攻击 这次女帝出乎意料地选择了回击 即便在墙她没有理由被白打 鬼丸和玛丽联手 依旧没能在女帝手上撑过一个回合 女帝的身体就如同钢铁一样的坚硬 但这还不够 她的最终奥义是将全身化作一把挥舞的刀刃 女帝随后又将魔爪伸向了小粉两人 然而这时一旁的月夜却出现在眼前 在女帝开始屠杀前 她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一项关心自己的小粉是否将她当作了朋友 不难看出月夜对小粉的回答既开心又害怕 好在小粉没有让她失望 在得到小粉的肯定后 月夜有了战斗的理由 一场拳法与剑术的巅峰对决即将开始 月夜通过观察发现 女帝所使用的是一种叫做流球的拳法 这种拳法在开始训练时 需要多人同时向一人发动攻击 被攻击的人经过千锤百炼 从而使身体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 同时小脑也会记住这些攻击模式 被打得越惨就能变得越强 这便是女帝能够使用自动反击的命 如果说女帝是后发之人 而月夜则是先发之人 对于这种本源上的压制 月夜有着十足的把握 这场怪物和怪物剑的战争打响 月夜以极快的速度 就是对着女帝连砍竖刀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月夜赢了的时候 实则却是女帝更胜一筹 女帝不仅对月夜造成了伤害 还用手刃斩断了月夜的长刀 对于一个箭矢来说 武器被折断的话也就意味着败北 就在月夜即将干掉的时候 内村冲了出来将她一把拉开 一个吃醋的女人到底有多可怕 因为男主的别情迷恋 这个极度陷入疯癫的女人 在解决完所有和男主有关系的女生后 下一步便是手刃这个吃心汉 再看到已经失控的女帝 往日的一幕浮现在眼前 那时的内村还是个不良少年 在转学的第一天 这个穿着一身白色制服的家伙 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村找到天宇 因为天宇的脸蛋十分漂亮 就连那村都想亲一口这个男生 天宇听后大笑了出来 从来没人敢靠近他 更别提醒他了 然而就在他恍惚间 那村已经顺移来到了他的身旁 并用香肠嘴线上深情一吻 然而就是这一吻两人成了兄弟 此时的内村还不知道天宇是女生 这是一个女孩找到那村 为了感激他早上的救命之恩 女孩想带这个转校生去熟悉一下校园 与此同时天宇来了 他想让那村陪自己去逛逛 可没想到的是却被拒绝了 在天宇的字典中没有拒绝二子 一向占有欲强大的他 当即伤害了女孩 也是从那时起 那村和天宇成了敌人 如今再次相见 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因为有了上一次惨痛败北的经验 那村这次做足了准备 他特意在衣服里面藏了一本杂志 这才保住了一命 而这场本该由月夜来结束的战斗 却被内村突然打断 这让这个多少有点射牛的女孩 认为内村是想和他做朋友 但实际上只是内村觉得女孩有点碍事 内村告诉月夜 所谓的朋友并不是口头说了算 而是双方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的关系 就算一开始是敌人 也能在不经意间变成好朋友 曾几何时他和天宇也是最好的朋友 但因为天宇的固执己见 不仅伤害了内村的朋友 如今还破坏了他拼命换来的和平 因此内村绝对不会原谅他 听到自己喜欢的人说出讨厌一类的话 天宇瞬间黑化 内村知道自己赢的机会渺茫 但一想到在被打败后 身后的这群同伴会遭到伤害 他开始浑身颤抖起来 一旁的鬼丸看出了内村的害怕 他不知道要怎样帮助内村 而这时女帝胸前的伤口 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正是月夜连砍树刀后造成的 鬼丸意识到 即便天宇的肉体在坚固 但面对这种连续的攻击 也会露出破绽 鬼丸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内村 并鼓励内村这一次一定不要输了 再得到了同伴的鼓励 内村放下了自己的顾虑决定大干一场 此时的他手中明明没有剑 但内村却摆出了一副拿剑的姿势 在此基础上他将左手往前伸 就能达到边防御边进攻的效果 而这招正是内村为了打败天宇而独创的 经过短暂的蓄力后 内村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女帝 虽然知道了打败女帝的办法 但在这双魔爪之下 内村根本没有机会靠近 相反还被女帝抓个正着 在天宇下手的一刻他发现了不对劲 内村本想用衣服作用而来迷惑女帝 却不料还因此被挡住了视线 在内村即将领盒饭的时候 一阵声音叫住了他 而这正是月夜 因为内村传授了他交朋友的方法 作为回礼月夜给了内村一个建议 那便是让内村站在原地乖乖背开 内村明知不是天宇的对手 可即便如此他也要保护自己的同伴 天宇不明白内村为什么要选择背叛 从小到大天宇认为这是个被力量支配的世界 只有强者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因此天宇逐渐在这条道路上迷失自我 直到内村的出现 这个让他心痛的男人 却是他永远得不到的存在 天宇深知被丢掉的东西是找不回来的 倘若自己也得不到 哪便将他一同毁灭 伴随雨水下的月大 内村将自己的衣服解开 随后又以极快的速度来到女帝跟前 可下一秒他却停住了脚步 故意让女帝攻击自己 正如月夜说的那样 如果站着背砍的话 从肉体上传来的触感 会让天宇感到不知所措 而这时便是内村贴近他的最好时机 下一秒那村发动魔弹 成功命中天宇 换做是其他人 恐怕已经没有了知觉 但天宇就像是一个打不死的怪物 他又站了起来 这是我见过最深情的告白 女孩大步上前 随后抓住男孩的领带就稳了上去 明明他已经对男孩爱得不行了 可最后却依旧选择了离开 因为天宇的败北 这里已经没有了他留下的理由 而内村也因为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而被开除 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 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 穿裙子的鬼丸格外可爱 还不等内村做完最后的夸赞 却被玛丽突然打断 玛丽指责鬼丸的偷跑行为 同时也为内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就在昨天两人替那村求情 本来是被校长拒绝了 却没想到校长只是想开个玩笑捉弄两人 但有个条件 从今往后一定要严加看管那村 这时鬼丸拔出武器给了那村两个选择 要么离开要么继续留下来 显然内村选择了后者 因为这里有着等待他的同伴们 这天一大早校长召集了几人 因为在前段时间女弟引起了骚乱中 身为统领学院治安的武剑 却被女弟一人打败 这让校长很怀疑他们的能力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几人不够团结 为了促进几人关系的和睦 校长给了他们一个惩罚 那便是几人必须一起参加未安旅行 五件全员参加旅行的事被全校知晓了 而且这次的预算足够充足 因此可以再带一名几人以外的学生 因为这件事 几人一大早就开始了会议 唯独月夜没有到场 此时的他正在等待那村的到晚 在之前的战斗中 那村发现了身上存在诸多漏笔 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 那村想要月夜帮忙 而这个抢求别人拜自己为师的女孩 当即就送了那村一发来自他改良后的魔诞 而这正是他教学的第一课 让那村懂得尊师重道 与此同时鬼丸几人还在为人选发男 几人各有心中所想 唯有鬼丸和玛丽想到的是那村 但考虑到这样做很可能让别人误会 因此双方都不好意思开口 而这时正在门外偷听的女生们闯了进来 他们都希望得到这最后的名额 场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恰好此时因为那村的经过 女生们便决定将这个名额留给功臣 因为是那村 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意见 但现在却有个致命的问题 校长告知那村是转校生的原部 因此并没有参加过期中考试 只有参加补考并且及格才能一顿前去 几人为了帮助那村 正理方面交给了好学生鬼丸 外语交给了纯情教师玛丽 花酒负责数学 左鸟负责古文 月夜负责物理 在少女多样性面前 那村一时不知该做何选择 公平起见几人通过商量 选出一个成绩最好的人来主持大局 可过了一下午 他们有没有分出胜负 相反此时那村早已不见了人影 原来那村已经叫来了好友帮忙 好友不仅讲得通俗易懂 同时也是最了解那村的人 和好友比起来少女们玩败 在解决完考试后 几人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温泉小镇 再看到少女们花枝交斩的模样 负担唯独都来到了那村一人身上 虽说肉体上的负担减轻不了 但精神上的却可以 花酒提议让那村从五位美女中 愿意挑一位来帮忙搓背 然而内村想到的却是天使姐姐女女 等那村从妄想中回过神来 鬼丸以为内村会选自己 玛丽也认为内村会选自己 可结果显然都不是 一旁的月夜也因为身材而惨遭淘汰 这晚少女们的伙食格外丰盛 唯独内村需要自行解决温饱问题 从妹妹们发来的消息得知 传说这是一所被神庇佑的温泉 第一个进入温泉的人能够实现一个愿望 一开始在场 几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为了招揽顾客的血统 但实际上都心怀骨胎 而这世花酒突然起身 作为第一个暴露动机的人 尹德在场所有人都不再伪装下去 他们显然都想成为第一个进入温泉的人 一旁的月夜对此毫不感兴趣 他只想安静地吃饭 几人借此机会相互切磋剑法来了解彼此 正当他们打得难审难分之际 月夜吃完晚餐 正准备进入温泉 却发现内村就在身后 那晚那村成了夜空中最亮了一颗星